大家好,我是国海秀山 咱们这个视频呢,重点给大家讲一下五天均线法治与五十五天均线法治 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我所观用的均线系统的话呢 它是源自于非波纳结术裂 什么是非波纳结术裂呢?咱们前面有给大家讲的倒过啊 例如说像0,1,1,2,3,5,8,13,21,34,55,89,144,233,以及377,610等 那么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每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等于第三个数字 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等于第三个数字 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等于第三个数字 如此类推 那么这是一个在数学当中非常神奇 也是非常非常具有神奇作用的一个数列 而且呢,当它的一个数字五星大的时候呢 那么相邻的三个数字,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呢 是越来越激进 黄金分割 好,这是咱们不做社学上面的讲解啊 咱们只给它讲五十五天均线是怎么来的 包括呢,咱们前面一百十四天均线是怎么来的 好,那么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五天均线法则与五十五天均线法则 那么它们怎么个用法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五天均线法则 那么我们要知道 咱们在前面呢,专门给它讲到过一节五天 MI五天均线 就说呢,当一旦形成方向 那么呢,所有的加速上涨 一定是沿着五天均线上行的 那么所有的加速下跌 它一定是沿着五天均线向下的 那么在加速上涨的时候呢 五天均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当加速下跌的时候呢 五天均线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强有力的压力位 那么呢,而且呢 五天均线它还存在一个偏离 如果说呢,偏离五天均线过远 那么呢,必然会有一个技术性调整的需要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重点给它讲五天均线法则呢 因为我发现有的粉丝朋友呢 列说,咱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困惑和干扰 什么困惑干扰呢 列说,当一个板块走强的时候 自己呢,会存在一些心理上面的误区或者是障碍 什么误区呢 列说,上涨的时候呢 自己一方面恐高 一方面呢,担心一旦没入 会不会高位站岗被套 另外一方面呢 又担心它空 那么咱们给它讲的所有的强势性的上涨 它必然是延着五天均线的 就拿光伏板块来讲 在这一轮的上涨 一旦呢,它保持这样的沿着五天均线上行 那么我们会发现 那么用五天均线作为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 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当出现三个信号的时候 那么呢,行情转弱或者是下跌 哪三个信号呢 一个信号呢,是收盘价不能收在五天均线上面的 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信号 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 沿着五天均线上行 但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明显的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大阴线 伴随巨量 这样的话呢,它也是面临资金的分歧出货 那么再者的话呢 比如说像,像在五天均线上方 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 长上瘾或时日新 然后呢,伴随巨震方区量 这也是资金的分歧 在这三个信号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那么呢,行情 其实对于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 沿着五天均线作为一个 原则线作为参考 去把握即可 就拿我们光复板块来讲 这一段行情是这样的 当它出现这样的一个 高位巨震方区量 后面的话,收盘价不能收在五天均线上方 那么呢,行情由强转入 由强转入呢,伴随两种模式 要么是由强转入之后呢 它进入这样的一个大的宽幅震荡 要么就是开启下定模式 不管是哪一种可以先离场 这是前面给他讲到过的 例如说呢,在这样的一段上涨过程当中 其实呢,用五天均线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始终沿着五天均线上行 量能是持续增长的 MICD红柱是持续放大的 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必要 不存在任何担心的理由的 但是呢,当它出现 列出了高位,冲高,偏离五军 然后呢,出现明显的长上瘾 方区量,你可以考虑降低仓位 当它那么收盘价不能收在五天均线上方了 然后我们放弃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操作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因为当前,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和原则 那么对待当前的像光伏 像风能,像锂电池这样的板块和方向 你是无所适从的 就拿我们当前的光伏板块指数来讲 它是属于平台突破沿着五天均线上行 量能放大,MSD红柱拉长 你说它行情结束没有呢 我认为它没有结束的迹象 但是呢,如果说用咱们刚才给它说的三个信号 列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了 伴随方区量了 我们要知道它是一种资金分歧和资金出货的一个需要 同样的,或者说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 出现了长,上瘾出现这样的矩阵 是日新,半年水矩量 也是资金分歧的一个需要 或者呢,资金出货的可能 那么如果说它始终沿着五天均线往上走 五天均线不破 那么你是没有理由担心的 你不能,我们不能凭借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力来操作的 列出呢,很多时候 因为呢,担心它要调整 担心它会反弹 你的担心没有任何用处 只有用客观的理由 客观的依据来看待 这是五天均线法治 再列出呢,像 例如像锂电池也好 那么呢,可以用平台突破 那么参考这样的一个 这一天的阳线,气涨的位置 以它作为一个原则线就可以了 例如像风能沿着五天均线 那么如果说像风能的话呢 它前面的一个走法 如果说后面再往上冲 必然会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的话呢 必然会面临调整 调整下来不破五天均线 如果说呢 也没有咱们出现的三个信号 也就是说大幅度的高开低走防距量 或者高位的十字形矩阵防距量 只要没有出现这种信号 那么回落下来不破五天均线 又可以把握它的一个低系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不管是光伏也好 离电也好 我们来看 它真正真正强势的一种上涨的方式 和强势下跌的方式呢 它都是沿着五天均线的 强势下跌 几跌的时候沿着五天均线 那么强势 真正出现这种强势性的上涨 它也是沿着五天均线的 那么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 矩阵 长上瘾 防距量 好后面要么是下跌 要么是震浪 那么我可以先缓一缓 先降低仓位 先离场 都没问题 但是在出现这样的一个 沿着五天均线爬升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 咱们说的三个信号任何之一 是没有理由去 因为恐惧而恐惧的 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的内容 包括呢 列数像丰能也好 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 像什么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的话呢 那么它可以呢 以1200点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原则线 不破 有机会走强 破了 走弱 那么呢 我们只要说有这样的原则来进行看待 好 那么哪怕用个股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因为像五天均线 它只满足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如果说个股本身是属于震荡的 你用这种方法用五天均线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呢 如果说个股是属于 属于吗 属于这样的一个走强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所有的强势上涨 它必然是沿着五天均线上行 所有的强势上涨 那么如果说一旦连板的个股 一旦不能连板了 偏离五军 必然会面临调整 出现这种高位 长上瘾 矩阵 方量 那么资金出货 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好 那么讲这一块的话呢 这是用咱们五天均线的视角 那么就以我们的盘面来讲 也可以这样去看 为什么呢 只要是突破之后 你说在这个位置你恐高 在这个位置你恐高 在这个位置也恐高 后面呢 真真真正 到了这样的一个 真挡去阳了 你反而不恐高了 这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说呢 当他沿着五天均线上行的时候 我们以五天均线作为参考 但是呢 真正的在他震荡的一个环节里面 就是不是强势上涨和强势下跌 在震荡的一个环节里面 你参考五天均线 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 你以五天均线作为一个压力 他经常性的给你跌破 涨上来再跌破 再涨上来再跌破 那么呢 你以五天均线作为一个压力来讲 突破再跌破 突破再跌破 所以说呢 五天均线法则呢 它仅限于一种什么呢 板块也好 尺寸也好 个部也好 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 用它来观察几个点呢 第一个点 偏离五军要回调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观点呢 在五天均线上方 持续的上涨过之后 一旦出现这种偏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大幅度的高开低轴 方区量 我们要注意和观察 以及呢 高位 场上瘾 十字心 方区量 我们要当心 第三个呢 如果说 苏帕尼亚不能说在五天均线上方了 那么它对应的走势 有两种 一种是宽幅增荡 一种是进入下跌的一个调整 不管哪一种 先离场或者先进行防守 这是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他分享的 五天均线法治 简单有效 就是呢 在强势上涨和强势下跌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 就是呢 连着五天均线下跌 他连五天均线都没有站上的时候 不要急着朝底 站上的五天均线 不等于说一定可以朝底 但是连五天均线没有站上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意义 和依据 好 那么五十五天均线是什么意思呢 五十五天均线呢 就类比于 传统均线理论当中的 六十天均线 它是 类同的 那么用六十 用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前面有粉丝朋友反馈说呢 用一百四十四天均线 作为呢 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而且呢 很多强势个舞的一个启动点 它确实是 是呢 从一百四十四天均线开启的 但是呢 如果说已经偏离了一点点 买点的时候 再用它的话呢 它的一个实弹意义又不强了 那么我们结合 五十五天均线呢 它是把握这种趋势的拐点的 例如说 我们来看一看 像什么呢 像它在经过一段时间上涨过之后 那么呢 把五十五天均线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 传统的六十天均线是一个意思的 那么五十五天均线 它的一个作用是干嘛的呢 例如说 它可以把握这种 用五天均线呢 看来是这种 只把握这种极端的强势和弱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五十五天均线呢 可以把它把它当成一个 趋势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很多时候 它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如果说 回落下来 我们观察的是均线 五天均线和五十五天均线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呢 回落下来不破 没有形成时差 再向上拐头 没有形成时差 再一次向上拐头 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而且呢 结合咱们手摆绝晶的一个方法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有粉丝朋友呢 提出积极的反馈 说呢 如果说个股手摆的位置呢 站在 除在咱们的一百四十四天均线上方的同时 如果说呢 手摆的位置 同时 站在五天均线和五十五天均线上方 那么它的一个胜率会更高 例如像太阳能 那么它就属于呢 在五十五天均线和五天均线上方 例如说呢 像咱们的金控电力 那么手摆的位置呢 咱们前面的原则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同时站在五十五天均线和五天均线上方 那么它的胜率会大大提高 这一块呢 是咱们粉丝朋友反馈的 那么我给它结合一下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因为均线这个 理论这个方法 它是捕捉方向的 它是来描述价格了 但是呢 均线级别越小 它越敏感 但是它缺乏稳定性 均线级别越高 它的稳定性越好 但是呢 它不够敏感 那么呢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 就是呢 一个短周期的和一个中长周期的相集合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 就拿咱们今天晚上 说用手把绝筋的方法给它点到的 例如说像咱们 好 例如说呢 像亚太股份 那么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站在五十五天均线和五十五天均线上方 那么呢 只不过第二天没给机会 但是回落下来过之后呢 再冲高 这个位置再冲高 这也是的 因为它大的一个方向上面 是属于长此间的哼盘 刚刚相当突破 我觉得呢 还是可以去重点去观察的 那么同样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种方法 例如说像有的个股啊 当五天均线 震荡当中 因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参考五天均线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 如果说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五天均线 上穿五十五天均线 所形成的金差 在这样的一个双公正下 来佐证一些 波段的买点 或者短线的买点 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 那么咱们今天呢 只是给它做一个补充 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就是呢 五天均线上穿 五十五天均线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的话呢 那么再一次 就是呢 作为双支声 五天均线和五十五天 作为双支声 把握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它是非常有参考 有参考意义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呢 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其实呢 你只要自己善于观察 那么你会发现 很多方法 越是简单的 你要是真把它理解透了 它的实战效果会越好 好 那么呢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和点赞 好 再见